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是一封写给西伯来教会的信 作者是匿名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猜想 这封书信是否出自保罗之手 还是由他的某一位同工写的 比如巴拿巴或者亚伯罗 但是这些都无法证实 在本书第二章可以找到一些迹象 表明这封信的作者跟耶稣身边的门徒 有过直接的接触 因此可以推论 这卷书信的内容是基于使徒的教导 同样我们也不知道收信的读者是谁 甚至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但作者对他们却很熟悉 并认为他们对旧约圣经 尤其是对摩西五经里的故事 应该了如指掌 这些内容包括亚伯拉罕家族 如何发展成为以色列国 摩西如何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为奴之家 在西奈山领受律法 与神立约 又建造会墓 让祭司在那里献祭 以及以色列人如何一路穿越旷野 进入应许之地 正因为作者知道读者非常熟悉 摩西五经的所有细节 所以收信人很有可能是犹太基督徒 本书也因此命名为西伯来书 从第十章可以看到 这个地区的信徒因基督信仰而遭到逼迫和监禁 有些人迫于压力 选择离弃信仰 这些都解释了这封信的写作目的和结构安排 先是简短的序言 然后作者用四个部分将耶稣 与以色列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和事件做了对比 天使和律法书 摩西和应许之地 祭司和麦基喜德 献祭和圣约 在这里作者有两个主要目的 第一就是高举耶稣为至高的君王 超乎万民和万有 显明他配得我们全身心的信靠和奉献 第二就是鼓励身在逼迫中的信徒继续持守信心 因此在本书的每一部分中作者都发出强有力的警告 呼吁信徒不要离弃耶稣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一切是如何展开的 书信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讲到耶稣被高举 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 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 在这末后的日子却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 作者的意思是 跟神从前启示以色列民的所有方式相比 耶稣是神最高的启示 接着作者做出一个惊人的宣告 说耶稣是神荣耀的光辉 是神本质的真相 这些比喻形象的说明了耶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 耶稣就是太阳所发出的光辉 或者是印章戒指所印出的蜡印 对作者而言 除了耶稣别无他神 耶稣就是神道成肉身的人子 信中以耶稣为至高的观点贯穿了全文 本书第一部分把耶稣和天使做了对比 这可能会让你感觉奇怪 为什么要把耶稣和天使做对比呢 根据犹太传统的教导 摩西在西奈山上所领受的律法和神的话 是由天使传递的 因此这里讲到耶稣超乎天使之上 作者是要宣告 耶稣和他的福音高过以往所有传递神话语的使者 从这个关键点引出了第一个警告 如果神呼召以色列人要留意自己 借着天使所传达的律法 那么神借着自己的儿子宣告的信息 我们不是更应该重视吗 不但如此耶稣本身的地位既高过众天使 他舍弃高贵的身份成为人的样式 受难直到死亡 这又是何等不同凡响的事 我们在耶稣身上可以看到神极大的荣耀和谦卑 他因着心中的怜悯 甘愿跟人类共同承担悲惨的命运 接着作者在第三到四章中说 耶稣高过带领以色列人走出旷野建造会墓的摩西 耶稣同样是带领神百姓的领袖 但他不是会墓的建造者 而是天地万有的创造者 因此作者重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背逆摩西 导致他们无法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 享受安息的故事 而后作者说出第二个警告 如果耶稣高过摩西 那么我们背逆耶稣所付出的代价 岂不是更加沉重吗 今天我们同样处在旷野一样的环境中 相信神已经为新的创造预备了将来的安息 因此我们要确保自己 不要效法当初旷野中的以色列百姓 以至失去神赐给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恩典 在五到七章中 作者把耶稣和从亚伦一支而出的以色列祭司做了对比 这些祭司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百姓 献祭遮盖并赦免了百姓的罪 但是作者指出 这些祭司自身在道德上也是有缺陷的 所以他们必须不间断地为自己和会众的罪献祭 这样以色列百姓的救赎 还需要其他的东西来补足 接着作者解释说 耶稣正是这样一位可以做弥补的人 他是末后的大祭司 却不是出自亚伦的后裔 更确切地说 耶稣是按照亚伯拉罕时代 古耶路撒冷的神秘祭司和君王 麦基喜德一支而出的 从诗篇一百一十篇可知 大卫后裔所生的弥赛亚君王 将照着麦基喜德的体系来做祭司 这个重点在于 耶稣是终极的大祭司 他完全无罪 他为子民献上的祭永远有效 因此耶稣高过所有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在这一节中作者警告说 选择拒绝耶稣 就是拒绝人生中唯一一次与神和好的机会 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做 从这里进入第八到十章的最后一个对比 作者指出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最后的献祭 他的意义远远超过人在圣殿用动物献凡祭 那些凡祭必须不断的献上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罪孽才能被赦免 然而耶稣只需一次献上自己为祭物 就完成了一切 足以遮盖世人所有的罪孽 于是作者转而警告信徒 离弃耶稣就是离弃神赦罪的恩典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说耶稣的献祭是永远有效的 这就是旧约先知所说的新约的根基 所有的罪都因此被赦免了 作者通过前面这些对比高举了耶稣 在书卷最后一部分 他向人发出巨大的挑战来跟随耶稣 在耶稣里 人已经找到神的道 并对新造的世界充满盼望 耶稣是人类永恒的大祭司 也是完美的祭物 因此人应当学习圣经故事中 那些信心伟人 忠实于耶稣 坚信尽管面临苦难和逼迫 神绝不会弃绝自己的百姓 以上是希伯来书的基本思路 作者最后称这封信为一篇 简略的劝勉 信中有几个特别需要注意的细节 作者几乎每隔一句话 就会引用旧约经文 所以我们可以停下来翻阅解经资料 在原文的上下文中 阅读这句隐文 有时你可能会感到有些困惑 但更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之前自己忽略的关联信息 这样下功夫细查是很值得的 另外读到这些警告的经文 会让你感到不安 这也是这封信的写作目的 但这卷书信不是为了吓唬你 而是要说明 弃绝耶稣是愚昧的 因为神何等令人敬畏 所有的警告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更大的目标 就是让人知道 耶稣是神的终极启示 这就是希伯来书的经意 这就是希伯来书的经典 这就是希伯来书的经典 这就是希伯来书的经典